朋友圈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面前放的这一塑料袋,这个砂糖菊 是我女婿从新建北陆,北城的那个水果批发市场 买来的这砂糖菊 昨天买来了,吃了一些,没有发现,没发现什么 今天呢,就发现这个带汁的这个地方 有一些扎破了眼的地方有点坏 我刚,当时我就把那些坏的我就剥了剥 当我剥了剥,那会儿剩下的基本就是好的了 可是呢,在等我,当我再要吃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手是红颜色的,这几个手指剥过的 看,是红颜色的 后来,我问我女儿说是,好像是我剥过橘子 什么都没干过,是这样的 我的女儿也洗了手,也开始就试着每个橘子都摸了摸 她的手也变红了 现在咱们家做一个示范 让我的女婿呢,现在也摸一摸 她刚才摸了几个就稍微有一些红 哎,一个一个的摸,就这么着 就这么着,一个一个的 就这么一摸 就变成红色 我不知道这个,我倒是看过一些的视频 就说这个砂糖菊 这种越甜的菊子 它有毒,它打一些个药 他们有一些个那些黑性商家 他就爆出来光 看到了吧,我女儿的现在 当捏的时候,她自己还有点出水 当闻起来的时候,有一些个怪味,异味 拿鼻子闻,挺呛,反正呛人 我就想告知我们朋友圈的朋友们 看到了没,女婿的手现在一摸都成红的这样 大家要注意了,在买橘子的时候 千万,在买这种橘子的时候 千万都要摸一摸 多摸一摸,拿手 尤其是带了湿的地方,多摸一摸 它如果要是红的 它一定是就是黑心这些商家 或者是什么 他做了手脚 用了一些个有毒的 对人身体有害的一些个 化学的什么浸泡过的 或者是在涨的过程当中就打入的 这就说不出来了 我也不知道这种橘子 那个啥 流向咱们市场到底有多少 请朋友圈的这些亲人们 家人们都仔细的挑选的时候 看好了